酒井之刺 于日本陆军大学第32期,1937年来华参加作战,他多次宣布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,激励推行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,把夏装装掏天罪行。 1938年7月,酒井之刺晋升日军第16师团,第19由吕少将吕团长,1939年7月奉教回国,出任日军通讯兵学校校长,1941年的时候,酒井之刺晋升为陆军中将,并被任命为第15师团师团长,并派往前线作战。 1942年4月18日,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,美军出动16架轰炸机,轰炸东京本地,而日军随后发现,美军的轰炸机在执行任务后,在浙江渠州,离谁的东南沿海机场降落,为摧毁这些机场,进而掠夺京华一带的矿产资源。 日军拔起历时三个月的这岗会战,这岗会战开始,日军东陆第13军,出动58个步兵大队,近9万人分散路从杭州出发,向渠州方向进攻,以摧毁中国东南地区,攻美军使用的航空基地。 国民政府军计划在金兰县给予顽强阻击,在渠州进行决战,因此,日军进军速度很快。 九景帅部队从萧山出发,向渠州方向进攻,5月27日程,九景帅部向南西进军,国军第三战区长,关部以游江西上饶千福建建阳指挥,并先另一部部守廊西,守昌,以侧应主力部队,集中在渠州会战。 为了避时积蓄,又将浙江中部化为游击作战地区,命令各部在南西江东按照轨桥梁,埋设地雷,设置路障,破坏交通,截断水运,使敌凉弹不济,伤亡无法补充。 为此,长官部工兵兼调拔军列运输黄色炸药十吨,及四号甲型地雷,约两千余每公个部队使用。 这种四号甲型地雷有四种一道方法,一是轻压急报,炸散兵用的,二是重压台报,炸车辆马屁的,三是用程索拉罚的,四是电发的,是运埋工服机用的。 被研制御军警工速度,长官部于5月26日命令,第146师所指挥之独立工兵第八营副营长,兼代理营长黄市尉率工兵一排,受该师第438团一个步兵营的掩护,夜间突进南西江东按摩设地雷,现27日前完成任务。 此时,黄市尉所在的国军二十一军要四六师,正在售唱大小长山一带,阻击这军九井的食物师团,接到命令的黄市尉刺存道,售成部队军,也有自己的工兵营员,而且分配了不少的甲雷和黄色炸药,并早次做好买雷的工作。 为什么还要我们工八营再去重复单次重任呢?可能这为特别任务,还有上级的信任,才21岁的他,年轻之朗,却似为生命行动活敢,在军中已是很有名气的工兵专家了,他回想起自己五年前参军的情景。 1937年,奇迹事变发生,抗战全面爆发,九月,第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和二十三军,计划在成都分别招收二十名战地服务队队员。 十年十六岁,正读高中的黄许伟,和很多润血青年一样,准备投笔从熟,但他是家中独子,怕父母不答应,于是悄悄瞒瞒着家人报了名,直到被录取后,他才将要去当兵的事情告诉了父母。 未曾想,参加过同盟会的父亲黄灵敖,不但没责怪他,还对他的行为大家赞赏,为民族求独立,百有志之事,自当投笔从容,杀敌秦英,豪情壮志,不能阻挠,为鼓励儿子。 黄灵敖还专门写了一首年子出征诗,惊涛骇浪袭神舟,剑绣河山沦涅流,破釜沉舟成鞋马,请英抗日复经欧,优识英校范文征,生姿当如孙中谋,天下新王姬有则,企图富贵入春秋,怀传着父亲的春春教会,黄世卫踏上了抗日之路,并三度进入军校学习,深安,埋雷排雷之道,徒为万年黄世卫, 当月傍晚,黄世卫和担任掩护步兵营长袁泽宁,奉命一起赶到兰西城,跨进守城的新二十一师师部,师长罗俊彤已经接到了撤手的命令,正在部署,探见卫兵领进来两名年轻军军官,一询问又是老朋友的部下,都是四川老乡, 罗军彤更显得高兴,又问起黄世卫的任务,立即招呼自己的诗,鼠工兵连长和参谋长,拿来,作战地图,详细介绍其前哨阵地的路线,地形,埋雷地区,绝密口令等,为此日晚进入现场作业,做出了妥善的准备, 作战地图上详细地标出了新二十一师师,鼠工兵连辐射的雷区,上面表明兰西城郊周围已经密密麻麻布满的地雷,为成为兰西江东岸,还有一片地区是空白, 黄世卫两眼仔细盯在这片空白区内,决定就在这里上手,他还提出的上级,既然已经决定放弃金黄与兰西两座县城,预计次日敌军必来,必须采用短期突击, 埋雷的方式,即埋雷时间与滴滴达雷区时间在六小时之内,众人一致赞成, 1942年5月27日深夜,月亮晕暗,时夜失现,云层很厚,在步兵营护卫下,黄世卫率领工兵排通过蓝西江,水深齐腰,他们将装地雷竹筐顶在头上过江, 步雷时卫抵我交战,无人地带,气氛相当紧张, 黄世卫命令工兵排原地稍息,检查器材,他却自下张望,东奔西跑,必须尽快决定出方案, 一是布雷的悬殿定位,主导思想是射人先射马,情贼先擒王,目标是敌军高级指挥人员, 射身处地传没,分析日军指挥官,最有可能的必须路线于地点,夜色里, 他发现眼前三叉路口,有一个浓然凸起的小山坡,约二三十米高, 巨蓝西县城约约三里路,假想若在此处拿着任望远近瞭望, 视通是恰当的距离,并又在群众武器射程以外, 这处不起眼的高地,肯定为作战侦查地形最佳的地点, 其次是麦雷雷庄问齐,当时正是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的季节, 绿草如荫,埋雷后纵然巧妙伪装,不到三千, 就会夜枯罢黄,肉也立即识别,何况日军有精密的扫雷仪器呢? 黄市尾翔进心中的盘酸后,果断的命令环为小山坡, 进行埋雷二,三十厘米深度的标准封冰作业, 交错的将六十枚字号假形地雷全部埋下了, 并将性管调在杀伤人马的一百千克即刻度盘上, 埋雷后的重点伪装,在恢复草坯后, 又有落叶树枝掩盖可能留下的痕迹, 这二十八日浮想,布雷作业全部完成, 浑黑的天空雷声沉沉, 秘密下了阵雨,撤离中, 黄市尾摸了摸脸庞上混杂的汗水与雨水, 回望了一下那座山坡, 心中窃喜,嘴角站出一丝暗笑, 凭他的工兵经验, 这样的天气是最利于地雷伪装的, 1942年5月28日早上, 大雨还在滑滑地下着, 日军第十五师团在攻击中, 进入了蓝溪城外雷区, 轰,轰爆炸伤不时响起, 伤亡报告不断传来, 七时许, 前来都站得是团长九鼎之次贤木辽们, 僵尸阔山下一处目前石柱的地方, 当作临时指挥所, 恼怒的九鼎咬了咬牙齿, 命令工兵连队长河野顺之中佐, 派出一个工兵小分队, 看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, 上五十时左右, 大雨渐停, 工兵小分队报告, 前方道路可以安全通过, 九鼎与他的师团不目辽中, 新跨上东洋军马, 为确保安全, 骑兵卫队在前边开岛, 步兵兼兵分队跟进, 其后才是师团本部, 警报参谋接来唇二上佐, 第十三军总部参谋鼓鼓金四郎走在前面, 九锦走在中间, 后面是参谋长川九宝镇马少江和作战参谋, 集村方次中佐等人, 当航去南西县城北面一千五百米处的三岔路口时, 进南西市被交易里谈, 前面开道的旗, 兵类队不知走哪条道好, 便折返报告, 九锦之次策马来到前端, 东阳大爵马碰着响屁, 军用羽翼失亮, 带着人心眼睛的九锦, 一副千千君子面孔, 却隐和胸很适血, 他一眼瞥见前方三叉道侧有一山坡, 便月马登高, 欲朝看地形, 十时四十五分, 九锦的巨马踏中了地雷, 轰轰的一声巨响, 大片喝沙石腾空而起, 爆炸的气浪把九锦从马背上掀起, 重重摔到地上, 巨马被炸死, 九锦本人的左脚掌全部被炸碎, 血流如注, 参谋长穿九宝, 立刻跳下马来, 闷去九锦处, 马上令人止血, 并派人去找军医, 但女战医院的军医都一分三到个包扎所, 迟迟不能赶来, 木梁门慌乱一团, 人马相撞, 月半小时后, 军医部长西谷大佐才赶到, 立即为酒井检查, 处理伤口, 采取急救措施, 并对穿九宝说, 在目前情况下, 师团长心脏无明显变化, 生命可能无危险, 酒井脸色苍白, 那精神尚可, 还镇定地对穿九宝说, 参谋长, 请你代替我指, 灰, 麻烦你, 很抱歉, 绝不要停止攻击, 穿九宝答道, 请阁下放心静养, 我绝不会辱莫师团的荣誉, 随后, 命令士兵又担架把酒井抬到, 前方约二百米处的一栋房屋内, 等待向后方医院转送, 不久就听到后面有地雷爆炸, 兵器部长攻下, 兽医部长左眼, 兽医左山中尉不伤, 两位部长伤势较轻, 左山中尉伤重不治, 没过多久, 酒井的船里兵跑出来, 喊道, 师团长的情况不好了, 穿九宝急忙赶至酒井身边, 大声呼唤, 阁下, 阁下, 酒井持毫无反应, 完全昏迷, 西谷大佐立即给酒井连续注射树针, 并做人工呼吸, 中阴未及时输血, 仍然无效, 于当月十四时时三分期前身亡, 次日, 日军南京师团留守时穿烧架, 赶来兰西处理善后事宜, 在西谷大佐主之下, 孵化了酒井的尸体, 并保留了王者的部分头发, 指甲和骨灰, 酒井之刺是日本自明之为新, 建立新世陆军后, 第一个被打死在战场上的现任陆军师团长, 四个月之后, 在杭州西湖畔, 封锦山庄刘庄, 日军第十三军举行了蓝系战役正王将士追悼会, 机台上挂着五张照片, 中间一张就是师团长酒井之刺中架, 左右各两张是同时被炸死的其他四名日军官组, 在其余的照片中, 有一张著名, 是酒井的七支站马上前前的镜头, 另一张是酒井之刺被炸死的现场, 也约可见更远处有花表石柱, 那为蓝系石阔山下的一处荒野墓地, 这些资料是由重庆国府军统情报人员, 潜入日军会场, 将重要文件照片翻拍回来的, 当时还有一份材料说明, 酒井在毕命前两天, 曾有一奏折写给日本天皇, 其中狭述了中国士兵不怕死的顽强精神, 请求天皇不要轻视中国的国魂, 谨慎行使对华的战争步骤, 等等, 很快,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铸同, 会以战况文件, 照片映成专辑, 上报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, 并向盟军通报, 然而, 在汇报材料中, 却存在重大忽略, 第三战区的那一支部队, 何人用什么手段, 让酒井毕命的, 也没有为此请受领军功, 由于1942年日军已深陷的战争领爪, 于是也密封锁了酒井之子被炸死的消息, 直到了1984年,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事士编写的中国派遣军被翻译成中文, 才首次披露此事, 书中哀叹, 现任师团长郑王, 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, 后来在1985年, 黄世伟参与四川省文师委员会组织编写川军抗战千里记忆书时, 才从该书传稿者那里了解到, 酒井命送自己亲手埋下的地雷阵, 看着那些熟悉的时间, 地点和名字, 黄世伟想起了当年的那场地雷主机战, 想起了在南西战斗, 生活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, 虽然这个好消息整整迟到了四十三年, 但老人当时依然很高兴, 我对得起民族, 对得起国家, 对得起死去的战友, 之后, 黄世伟写下将穷子独武穷兵必自焚, 日球九景战真狂, 虎生亡, 马蹄亡, 紫兽雕安, 万七杜兰江, 伟报前黄花虎将, 曲静旅, 公寿昌, 九寒凶塔上沙场, 暴躯凉, 正吃招, 马探买雷, 霹雳镇山岗, 血肉行杀乌净土, 周干露, 云天狼, 刺刺俱至, 铿锵有力, 仿佛让人置身当年战场, 2014年10月13日, 黄世伟老先生在成都家中因病去世, 小年就十四岁, 但值得欣慰的是, 如今, 蓝皮五月之一抗战成果, 纪念地已经坚成皆碑, 这对九泉之下的黄世伟老人来说, 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可恶,